一架承载119人的飞机 正在1万米高空飞行 就在这时 挡风玻璃突然破裂 一旁的副驾驶被吓得一哆嗦 而刘机长则用手指去摸 确认是否安全 紧接着他眉头一皱 立马用无线电 与地面中心取得联系 申请紧急迫降载 最近的成都机场 可刘机长话才刚说完一半 挡风玻璃就支撑不住压力 瞬间炸裂成碎片 意外发生了 数千颗碎玻璃卷入飞机的发动机 造成严重破坏 导致机体受损 失去动力 无法保持平衡 而更糟糕的是 副驾被吸出窗外 让整个驾驶时 暴露在8000米的高空 温度低至零下40度 并且气流就像刀片一样 不断划伤副驾 想要把人拽回来 可刘机长却根本使不上镜 因为高空极度缺氧 不出三分钟 两人就会陷入昏迷 所以刘机长只好 拉动操纵杆 下降飞行高度 试图降低气流 把副驾拉回舱内 与此同时 机舱内的其他机组人员 从飞机的颠簸中 感受到不对劲 他们立马敲打驾驶舱门 却发现没有回应 结果下一秒 大门被气流吹开 一瞬间 机舱内的人被甩上天 所有人东倒西歪 被突发事件吓坏 舱内气压变小 氧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 乘客根本无法呼吸 随后 座位上的氧气罩 自动掉落下来 面对空难事件 空姐们沉着冷静 一边指导乘客们 正确佩戴氧气罩 一边安抚大家 要相信刘机长 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果然没过多久 机长就操纵飞机 成功利用压墙 把副驾拉回舱内 还在最后关头 带上了氧气罩 暂时驯服了失控的飞机 恢复神志的副驾 不顾血流不止的伤口 优先用控制面板 向地面中心 发送求救代码信号 好让空管局 能立刻组织营救 大大提高了空难存活率 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 面对极度恶劣的天气 中国机长 又该如何渡过难关呢 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 发生了空难 它正以每秒66米的速度 近乎垂直角度 急速下降 此时地面中心 无法与飞机取得联系 信号显示失联 因为飞机的挡风玻璃 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强烈的气流 席卷整个机舱 这是极为罕见的突发情况 不出三分钟 飞机就会撞向山峰 击毁人亡 然而刘机长却沉着冷静 看准时机在最后时刻 抬起机头 避开了山峰 成功化险为夷 随后客舱内的第三机长 顺势借着惯性 进入驾驶舱 关上大门 阻断强烈气流 确保了乘客安全 随后帮刘机长和副驾 带上氧气面罩 协助他们与地面中心 取得联系 准备在成都机场 进行迫降 然而 还不能高兴得太早 航空行业最害怕 就是遇到恶劣天气 此时眼前就有一团黑色风暴 可想要到达成都机场 就得穿过机遇云 这等同于是让飞机 进入搅拌机里 但摆在刘机长面前的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在空中盘旋 直到耗光飞机油量坠毁 要么堵一把 穿过满是闪电的风暴 博得一线生机 面临生与死的重大抉择 刘机长果断选择后者 于是第三机长 不停给他摩擦身体取暖 加油打气 受伤的副驾也在一旁 协助刘机长保持清醒 飞机上119条人命 全都压在他一人身上 刘机长肩负的重任 也是一种使命 因此促使他 集中生智 找准风暴中 撕裂出来的一条口子 顺势驾驶飞机 钻进紧急通道 但这毕竟是机遇云 一道道闪电 在飞机附近徘徊 一旦被击中 那就是死局 并且强大的气流 让飞机不断摇摆 客舱内的乘客 如同被巨浪拍打的小众 行李物品 全部被翻倒出来 纷纷砸向乘客 紧接着风暴袭来 冰雹就像是机关枪子弹一样 疯狂射击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飞机随时可能被撕成碎片 与此同时 地面中心圆圆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飞行信号消失 他们平住呼吸 紧张到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只能祈祷奇迹发生 和不停地呼叫机长 听到请回话 4168633成都 4168633 听到请回话 请到4168633 你知道吗 当发生空难坠机前 逃生的黄金时间 只有90秒 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做一下这些事情 可以大幅度增加存活率 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首先得 听从空姐的指挥 相信乘务人员的业务能力 切记避免像 这个男人一样 过度恐慌 造成更多麻烦 飞机给你你会开吗 接着绑好安全带 抵御气流颠簸 正确佩戴好氧气罩 最后在迫降前 摆好姿势 弯腰低头紧迫用力 防止惯性受伤 掌握以上三点技巧 空难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除非 飞机遇到了恶劣天气 此时 刘机长正驾驶 满载乘客的故障飞机 穿越气流混乱的风暴 面对落雷和冰雹攻击 民航飞机根本招架不住 就像是暴雨中的纸飞机 想要平安迫降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定要挺住 冲过去 但刘机长他做到了 马力全开精准判断 操控飞机成功穿越了风暴 但危险并没有解除 前方还有高耸入云的山峰 必须尽快抬起机头 不然就会撞得粉身碎骨 不敢相信 飞机划过山顶 与死神擦肩而过 所有乘客 就像是在鬼门关 逛了一次街一样 他们终于松下 紧绷的神经失声痛哭 甚至还有的 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感叹能活着 就是一种幸福 与此同时 地面中心 重新与飞机取得联系 工作人员 立马指挥刘机长 在最近的成都机场 进行迫降 就这样 承载119人的飞机 平安降落在陆地 这场空中浩劫 也就此圆满落幕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部电影 《中国机长》 改编自真实空难事件 留机长凭借过硬的 飞行技术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让奇迹发生 成功挽救了数百条人命 可以说这是一次 世界级的返航被降 当然 这也离不开 所有机组人员的努力 正是因为有他们 国内民航才能一直 被保驾护航4000多天 对比所有交通工具 现在你还认为 飞机是最危险的吗 对比所有交通工具 接下来